可是如果没有你羞辱他 他怎么会死 你知道吗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而这个傻小子 就是我的替这一套 这一天 我是作弊了 可汉引人不是我 我 胡言亭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秘密 我想明白了 我不是在为自己活着 而是在为别人活着 可是我再这么努力 也达不到他们对我的期望 我哥哥 把他一辈子的梦想都寄托在我身上 我承担不起 明年就要毕业了 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想 假如我随一场事故 他们会难过 但不会对我失望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集资的钱 是我拿的 因为我以前发过誓 挣到的第一笔钱 要给哥哥 买套像样的西装 可是 我等不到那天了 这就是我的秘密 只说给你一个人听 你不会喜欢我 但是会记住我 我已经满足了 我已经满足了 我以为你买了 我会认识 你不会听到我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你自己看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给予他们多一份包容 多一份理解 那么他们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美好的明天 谢谢莫教授的精彩演讲 接下来呢 马上揭晓的是黄标之心的最终结果了 不过我想在此之前呢 还是先来听听两位选手心里是怎么想的 陈梦 你先来吧 我特别激动 两天 仅仅两天 我的生活改变了 无论这场比赛结果怎样 我还是赢了 赢得不轻松 但赢得很痛快 谢谢 哎 早些任何时机会 谢谢 那伯远廷你呢 在比赛当中经历了那么多考验 也挺深有感触吧 爭脏 比赛 别开 比赛 一路 比赛 任何系 温暖 �zy 开 Vad